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我们还是来跟进几只股票啊 或者说跟进几个公司 跟进几个苦逼苦哈哈的民营企业家 哎呀我不是取笑他们的意思啊 就是因为我我我给你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 都是苦苦笑 现在只能苦笑 你也不能造反 你不能干嘛 都是这样的大家都苦笑 因为以前我去调研公司 有一个广东有一个做做服装鞋的啊 有一个服装鞋的公司一去到 一开一开会 一开股东大会拍桌子破口大骂 你习近平要是个什么什么玩意儿 今年GDP目标都没有搞什么经济啊 你破口大骂 开股东大会骂习近平 很搞笑的啊 反正大家都发牢骚呗 发几句牢骚呗 也不至于怎么样 那有一些比较倒霉的啦 像孙大武啊 重新的李怀庆啊 这些都是更苦的啦 就是说好像20点啊李怀庆 反正有一些不知道是怎么怎么回事啊 但你可能不知道啊 反正有有大部分的就是过点清贫的生活呗 做个可怜的老头呗 你看王剑林哎呀受得要死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压力三大真三大 还有马云马云还好了 马云我看他还挺自由的 到处走就是不能出国嘛 钱本来他 我觉得他那个人也不太在乎钱不钱的问题 主要是实现不了他 他有一些理想嘛 那今天我们还是来说说皮带哥嘛 说说许家印的这家伙 这家伙是很会见风死落的 很会搞办法的 当年就出卖了把那个宝能啊 把宝能卖了啊 卖了个人情给深圳 后来就当首富了嘛 就就当年宝能那个那个曹三邦嘛 把曹三邦啊想把万克吃下来 就出动了很大的力量 当时个一千多位杠啊 宝能集团什么什么巨巨巨圣华 钱海元寿一堆的 就是清清朝而动 准备把万克拿下 谁知道皮带哥 当时就耍了个滑头 其实皮带哥啊 你这个也是报应 当时出卖了民进行业家 给国家献你 当时他就把他的股份送给国家 就打退了曹三邦 打退了曹三邦之后 后来他就可能得了个便宜 就当首富了嘛 就就当了一两年 后来你看房地产一不行 就就倒下来了 现在你看搞搞搞得搞得 微七八糟嘛还是也是报应啊 所以呃 只能说这个价值观不正确 你作为一个企业家 还站在企业家这边 当时其实不要耍这种滑头 这就有点评价历史的感觉了啊 那这恒大 反正恒大就不是传闻他 资金链也不行嘛 房子也都在甩卖嘛 甩卖房子 我们跟进一下这个情况啊 今天他对这个传闻进行辟谣 辟谣我们来品贱 品贱这个辟谣怎么辟法啊 公司经营一切正常 对恶意造谣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啊 然后有三点 第一点 近日举办的一连一路的五三腰购房节 推出的阶段性特大优惠措施 仅限于单栋去化率95%以上的尾盘 超大户型 底、顶、楼层、商铺等商品 所有常规产品的销售价格优惠折扣 和付款方式都没有任何调整啊 就说你们别起哄 别不要起哄 没有什么事 剩下一点点就把它去化了嘛 去化就剩下一点点尾盘 我就打个折让让利 其实以前没有这种规矩 以前都是剩下最后一点点应该是 调高来卖的 反正就不急嘛 对不对啊 底、顶、楼层 这个是天地层嘛 是便宜一点天地层 大户型 所以单价就便宜一点的 是这样告诉你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 我们等一下再分析到财务状况 它不是去化一点点能解决的问题吗 第二句就搞笑了 我告诉你有有 你如果是做开生意的 你看一看这句话你也要笑出来了 你看这句话 针对个别项目 公司存在极少量商票未及时兑付的情况 集团高度重视 并安排队户 这句话我都要笑出来 为什么呢 我经常不是收租 我各个月都要收租 那个租户呢 如果他有钱呢 他就交给你 如果他没钱呢 他就告诉你 哎行 马上安排啊 老板老板马上安排 啥意思 就是有钱你马上给啊 我催你 你肯定是已经超过期限 我催你 没超过期限 我催你干嘛呢 对不对 那你这个已经是过期了 对不对 你就说哎呀 我安排 行行行安排 就像哎呀 你要说请我吃饭 行行行行安排安排 喂 你马上来 对不对 喂 你欠我十万块什么时候还呢 是吧 你说行行行马上安排 马上安排 你马上你打开手机 就给我转十万块 对不对 什么叫马上安排呢 马上安排 他没说马上哦 你看集团高度重视 并安排 他没说马上安排 连个马上都省了 你什么安排 你马上打呢 你才多少钱 你都会说了 其实他前头矛盾呢 极少量 你又说少 那你马上吧 你应该来讲 你发公告的时候 已经结清了 还差不多 你看是不是 那你这个公告的说服力 就特别强 对不对 我自发公告为止 这些已经解决了 哎 这差不多 对不对 给人感觉 哎 你说这 现在发公告 现在发公告 我们引起的高度重视 会安排 就是没钱给 还是没钱给 就这个意思吧 就像我 我催了个租户交租 那个租户说行行行行 安排安排 啊 会安排的啊 那就是 拖落 还是拖落 对不对啊 而且 你无论是多少问题 这个少不少 现在不知道啊 但是 你我们看到的票都是十万八万 你十万八万 你这么大个集团还要安排 哎 你想想 就这么紧张呗 现在紧张得要死 啊 那下一刻 什么 他就回应了这个圣金银行 开展的金融业务 这个情况啊 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嗯 你说当时 阿里巴巴你说他符不符合法律法规 他也说他符合法律法规 现在给你讲法律法规吗 跟你关系好的时候 跟你讲法律法规 跟你关系不好的时候 那就是讲政治了 啊 你现在 皮带割裂 你还有 有条件讲法律法规吗 我就 我觉得 这个公告可以这样发哦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许家印 现在还是非常急的啦 就我 我这个视频 我绝对不是说说谁的笑话 因为大家都不容易啊 那 民进企业家都整的要死啊 现在个个都整的要死了 啊 就这个情况 然后后面 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他现在这个情况啊 今年 前半年卖出了大概三千亿的房子 嗯 利润几乎的几乎没有啊 几乎就没利润 其中他比如这里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他他现在搞什么空规模降负债嘛 嗯 他实现的销售金额 你看两两千八百五十一个亿 销售金额 然后回款 他就有些回不了款 就回款的是两千五百多亿 就回款比销售金额少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销售金额 它是个空障 他有些是只是签那个月 但后面 呃 他对方的贷款能不能办下来 因为他真正回款 他要等那个买家 真正把贷款呢 各方面打过来的 所以这个这个是有有个差额在那里 然后他现在呃 财务报表显示了有两亿平方米住宅可以卖 还有这么多库存 然后这个库存的货值 他自己估值的货值啊 没所打折的 他自己估值一点三七万亿 那什么概念呢 一点三七万亿 我我就让你有百分之十的利润 你现在这个这个调让我 百分之十我给多你了啊 呃 那里有一千多亿的利润可以回笼 啊 我让你有一千多个亿 我让你有百分之十 其实都不容易 他现在这个这个情况这样打折 有有百分之十利润 我我我没没说低他了啊 然后他说现在今年的目标嘛 那他说现在我们有八千七百七十四十三个亿的 负债 然后我们要降到六千亿的负债 要降两千多亿 他现在把它整个锅炸锅卖铁所有库存 卖完我你就来个一千多亿的利润 而有些还是土地还有些我让你可以再开放 我给你翻个倍 哎呀翻到三千亿我直接帮你翻到三千亿 一千三百多我直接帮你翻到三千 然后八千多亿减个三千还有五千多个亿 你楼全部卖完了 现在腾大已经没有本事拿地了 早都拿不到地了 那你也没有后续业务了 该卖的都卖完了 还有五千多个亿 所以能解决吗 他这个问题几乎解决不了 而且整个房地产的情况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看了一下万科 我看两只股票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看这两只股票一个万科一个保利 为什么万科是几年前已经喊出一个叫做活下去 当时大家还吓了一跳啊 像16年好多年前啊 他已经喊出一个活下去 当时楼市还非常好 大家都吓了一跳 证明王石王石还还真是个聪明仔 你还别说真的 他他他老资格啊 都不说聪明仔啊 你看他早都已经全部放好了 然后跟泡个晾溜 吃红烧肉爬山去北海道去富士山搞定了 哎呀王石其实激流勇退 退的还可以 真的王石赢了 真真真的 所以每个人命运自己把握嘛 王石退的还是早 所以现在天天的就是溜达溜狗 我报美元吃红烧肉去了啊 这个王石还是浮啊 这个只能说人家人家确实牛逼 但是我看了一下万科最近股价一直跌 已经跌了 跌了有个一年了 啊不是 从去年三月份有有有有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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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几个跌了有一段时间啊 跌了几个月 啊跌了几个月一直在跌 从三十多块跌到二十多块 最近这个股市应该还在反弹吧 但是意识下跌 我我又参考一下保保利 为什么参考这两只股票呢 这两这两个房地产公司 他们的负债都比较低的啊 啊然后再看看保利 保利是2020年也是一年多嘛 啊从一年多前一直阴跌不止 从18块一直跌到现在13块 阴跌一直阴跌 啊反映出来什么呢 市场 几个方面一个可能市场 对房地产的预期都很差 呃那这个这个 大家都不看好啊 所以他的股票一直跌了 要不就是他 因为他们的债务水平都保持的非常低 特别是保利人家央企 人家资金都一点都不紧张 呃所以他只会是行业问题 行业行业前景问题 那现在证明这个房地产的 一些行业前景都很比较灰暗啊 啊所以就呃 大家都是非常保守 对房地产这一块 反正也没什么想象力 呃去炒其他的 人家是这么这么个思考方式 所以房地产这一块咯 几个都不好过啊啊 啊这所以我们大哥都不好过 我们屁民就没必要去折腾这一块啊 这我感觉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 张静东啊 苏林依购 苏林依购呢 呃惨了 这是当时深圳说要给他接盘 但是现在我我我我我给 我看他感觉应该是深圳已经不了他了 呃他今天我看到他股价走势 应该马上要创新低了 就是跌 之前就是传出深圳接盘 他就反弹了一下下嘛 从六块多钱呢 谈到八块多钱嘛 现在全跌回去了 马上还要创新低 这个这个这个走势非常差 深圳现在已经已经 已经可估计已经按退啊 不明退按退啊 就已经退出了 深圳那一边已经已经不搞了 然后又又这两天又又问那个江苏国支委借了点钱 然后把那个股份给了深圳江苏国支委 那个方案是他给一点股份 然后深圳江苏国支委给给他钱 然后就给他借了点钱 实际上用股权质押借了点钱 相当于是这样 江苏国支委的收购价非常低啊 因为到时候他如果不能原价购 购回了股份的话 要再给他一倍的股票还是怎么样 反正收购 相当于如果这样就变成了两三块钱 两三块钱 那现在的六块多 嗯也就反正大家可能听不懂啊 但是就树林依购止不住 那还都是都是一些指标啊嘛 我们就一直跟着几个指标嘛 就看他们就一直我们跟进开 我们就就熟嘛 大家熟就能反应问题嘛 树林依购不行啊 这是一个了啊 然后一例 一例我就报了他那个订增方案啊 今天大跌 今天是历史下大大跌 跌了5%放量啊 这成交量到69个亿成交了 有人砸盘 有人砸盘跑 所以一例这个方案是不被市场所接受啊 啊这个反映出他不被市场所接受 大家不看好 所以说证明一例这个公司 我是 所以我是感觉有点 稀虚有有点什么 因为按理来说 这中国最大的牛奶企业应该来讲是还都如果都不好做 因为牛奶它毕竟还是个健康产品 健康产品又是个遭养产品 因为在中国里是匹民的营养水平啊 这些才慢慢起来 中国人才吃了几天饱饭 你告诉我 改革开放以来 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嘛 也就是十年二十年最多 真正二八年全民能过 就叫做好一点也就是十年八年 是吧 就叫做能过的还可以 或者说对于能够就听平视世界啊 习近平说能够就能出国啊 也就是十年八年 之前就吃饱了饭 二十年前吃饱了饭 十年前慢慢开始有人可以出国 也就是稍微好一点点 过了几天好日子 中国人开始要喝牛奶 以前说日本人很矮嘛 所以日本人都喝牛奶嘛 所以就人均升高都搞高起来了嘛 那中国人有什么一天一杯牛奶 强壮中国人 好多人都没喝得起牛奶 那现在又搞不定 又搞不定了 消费不起啊 牛奶都消费不起啊 现在稍微有点条件的 他可能都看不起 就他定位也有点尴尬 稍微有有点条件的 瞧不起你伊利 感觉你之前出过三聚心安的时候 我自己我是很 我也瞧不起 我这出了三聚心安之后 我我没喝过伊利 能有条件喝喝喝名字啊 喝喝进口的 对吧 那进口流来也很多 伊利确实 所以他站着这么大个国内市场也搞不定就没办法了啊 所以就是呃 证明中国这个所谓十四亿市场 这个筹码不行 我说了呃 这个这个十四亿市场 最就是个错头 实际上 你你用来跟你这十四亿你满足得了谁啊 你满足一下特斯拉满足一下美国 你又满足不了日本 满足了美国你也满足不了欧洲 你不准你这个市场就这么大 你不可能一驴二卖啊 对吧 一驴三卖啊 这个驴二又又卖给他又卖给他 就娶了几个老公回来 对吧 又又又这个十四亿市场 又又又跟美国谈判 又跟欧洲谈判 又跟澳洲谈判 又跟日本谈判 这就肯定 你就没那么大个市场 其实他这个是个伪命体 中国十四亿市场这个伪命体 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你要满足自己啊 你共产党自己也要赚钱啊 对吧 所以你这个十四亿市场是个伪命体 你不可能你到处都拿来当手嘛 你能 你谈完美国这里 美国这里 要你满两千亿 你又满足到这里 满足到这里 你就满足不了欧洲啦 你欧洲那边就咋呢 对吧 你又又要 哦 还有额跌 所以他这个是考不下去的 几个公司啊 说了苏联 说了伊利 说了恒大 这些都是比较差的 最后说一个好的 最近有一个一股心流还是吵起来了 什么呢 还是疫苗 现在局部的搞搞这种投机性的东西 你看这之前一个是复必胎 复必胎 复必胎市场还是高度认可 你看复新医药 所以一直往还是往上弄 还是走势还是挺非常坚挺 所以他还没批 你想想 复必胎到现在没批的 他股票已经炒成这样 所以只能证明市场对复必胎认可 但还有炒起来 比如是康熙洛 他最近炒起来是搞 他搞了一个什么叫呼吸 吸物是疫苗 康熙洛 主要就是国营的嘛 复必胎 这些就反正有点背景的 复必胎 大家都看到效果好 康熙洛 后来就国家背景没办法了 人家是成为少将的背景的公司 所以这些局部机会 最近就是市场情况就这样了 大部分都都不好 基本上基本面都不好 什么房产的消费都不好 那现在先聊到这 也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留言分享 拜拜